好 这边来看一下ACD对阵积极的第二局下半场 博弈老师必须四抓的守夜人 所以说博弈老师这边是一个风窗张狂带移行 怎么说呢 拼嘛是拼了一点 但是守夜人这个角色他的一个 他毕竟是一个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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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出来的角色 你要去争四 真挺难啊 前期节奏好了 球者那边知道自己跑一个就能赢 他们可以考虑看情况卖一波什么的呀 而且打守夜人好像也不是需要卖吧 我这边有心理驾移情的 用命过来就一波吃个移情满血再来就一波 节奏上面也不差的 你真是秒倒了 我说实话这个局穷者都还能往后打呢 更何况这里已经一分钟了对吧 完成击倒 好的 一分十秒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呢 大概是1.7的样子 1.7的总量 这个地下室草哥拥兵就在旁边 两个选择吧 秒救或者不 或者卡死救 卡半救 这边小镜头能不能给佣兵啊 怎么给心理修机子干嘛呢 看一下佣兵的一个动向啊 草哥这边拉开了 这波草哥拉开的话 应该是不会卡半救了 感觉应该是卡死救 卡死救 卡半救 你要救两波的一个风险就是两次嘛 你救一波就一次 你要不救的话一次都没有 说实话 真的 这边草哥如果选择单给个耳鸣不救也行 就救呢 就是这个博命套上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争取更多的休机时间 不是说为了保护这个舞女或怎么样的 这边的话 博弈老师 看见足迹了 一波风 吸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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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草哥第一时间跳出去了 过来 没有落地刀的机会 没有落地刀的机会 这把博弈老师三有四没有啊 没打到什么东西 这波地压师 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讲呢 这波地压师其实是对于博弈老师来讲是亏的 因为他必须四抓的话 这个地压师就一定亏 因为他啥都没打到 如果说能够争取到一个双倒 就他打一刀都不太有用啊 他打一刀都不太有用 我已经打一刀这位佣兵吃个移情 他也满状态了 他也满状态了 这里追佣兵不合适 追佣兵有一个点 这边有台遗产级 追佣兵 这次佣兵好像三有四也没有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博弈老师这边击倒佣兵 然后再挂一波地压师 好像有三的面 但是好像四不太有 为什么呢 球者这边可以在外面两人的情况下 把密码机点亮 打一个两人 一人或者打一个叫什么 两人一人上椅的开门站 两人在外一人上椅的开门站 用佣兵这边倒 真倒了 外面起带星 哎呦震慑 外面起带星机怎么来算一算 这波佣兵震慑 福音家没有大心脏 这个地压室挂不挂 有点远 但博弈老师这边瞄了眼 应该是要去挂小木屋这边的遗产机 这样的话巴师傅这边 就本来巴师傅应该是去补这边的一个遗产机的 那这样的话巴师傅这边就撤走 压在这边救佣兵 三人开门站都有 这三人开门站都能保平 除非这边飞银家在救人环节吃个震慑 那没大心脏起不来 除此之外 这个傭兵耐坐 外面的密码机在起拦不住 有疑行 你也就是三人开门站能增三 增不了四 打嘛 真的打的蛮不错的 但是机器这边有经验 训练有输 趁着这个机会点 能不能打一刀细波什么的 打一刀 咔嚓有飞轮 震慑有没有 只有一个震慑了 博弈老师 哎呀 87的机子 注意到佣兵机子够了 博弈老师 这个佣兵有大心脏 密码机 哎 真 不到 那真的是有三没有四 心理学家这边点门就好了 心理学家点门就好了 恭喜机器啊 努力了 尽力了 打的也确实不错 这把守夜人 我觉得 哎 这还有个地窖呢 哎 这这 哎 插刀了 哇塞 平局